男人刚打开电灯 开关就冒出黑烟 紧接着电线着起火来 大火不断蔓延 终于熄灭了 下一秒 瓷砖被崩飞 桌上的瓶子都糟了殃 突然豆浆机转了起来 不一会儿找起了大火 旁边的爆米花也没能幸免于难 大火还在不断蔓延 打开橱柜一看 果兰也着火了 他还纳闷电视怎么没事 果兰不出所料 电视也报废了 可大火还没熄灭 飞风机也搭拉着脑袋 把煤气灶吹灭了 紧接着烤箱冒出火花 门自动打开 烧机飞了出来 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后 撒碎玻璃 掉到垃圾桶里 这时的大壮 已经变成李逵的亲戚 赶紧洗个热水澡吧 可下一秒 浴缸竟然掉到一楼 摔了个稀巴烂 大壮非常兴奋 得意地笑了起来 床都是坏的 只能睡地板了 突然外面电闪雷鸣 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 而屋里也变成了水帘洞 这屋子肯定没法住了 原来这是他们的新家 小美刚躺到床上 下一秒 床垫就陷了进去 这时男友回到家 按了下门铃 哭吃一声 冒出了火花 她只好敲了敲门 可小美还在床垫里裹着呢 根本出不来 大壮一着急 用力垂了几下 门竟然掉了下来 看电梯不结实 她想加固一下 没想到震到了天花板 这边砸一下 那边掉一块 砸一下 掉一块 没一会儿小美就补了个妆 都脏成这样了 那就好好泡个澡吧 水龙头一阵抖洞 竟然喷出了石油 看得小美直咧嘴 既然洗不成澡 就把睡衣放起来吧 可刚挂上去 肝子就折了 气得小美把鞋扔了进去 她那可怜的小眼神 都要滴出水来 大壮修好楼梯后 试了两下 果然很结实 就是有点小意外 然后又修好了门 可刚走进去 下一秒 门又掉了下来 这可把大壮郁闷坏了 小美看到墙上有个柜子 把门向上一拽 探进头去 什么都看不清 拽了下旁边的绳子 没想到出来一只大白猫 嗖的一声跳到小美脖子上 吓得她哇哇大叫 在屋子里跑了起来 大壮听见声音 赶紧往屋里跑去 可用力过猛 台阶被踩坏了 她急忙向上爬去 扶手都被干坏了 接着楼梯晃动起来 整个掉了下来 幸好大壮练过健美操 最后一刻 用力一跳 抓住了楼板 这时小美跑了出来 看到楼梯没了 赶紧杀住车 没想到正好踩到大壮的手 下一秒 她就掉了下去 还抛了个媚眼 第二天 他们找来施工队 可上来就开启了拆家模式 不过意外还是不断发生 男人抽走木板 大壮一转身 踩了个空 掉到木板上 切割机被高高弹起 落到木头上 小美插上插座 切割机运转起来 锯断木头 小推车立马翻倒 砖头掉了下来 把大壮弹飞出去 撞破玻璃 掉到白灰里 工人抬头一看 白无常怎么白天还干活 她在房顶上转了起来 掀开帽子 可惜失败了 突然袖子被木头卡住 她用力一拽 掉到烟筒里 钢筋承受不住重量 被掰折了 烟筒晃晃悠悠倒了下来 砸到货架上 大壮终于露出了头 小美用力一拽 架子慢慢倾斜 不一会儿就散了架 人们赶紧逃跑 大壮脚下板子倾斜 她抓住绳子 跳到另一边 可刚站稳 木板就折了 她滑到了小推车里 推车快速向下面跑去 人们纷纷躲避 幸好很快停了下来 她却掉进泳池里 大壮这才消停一会儿 小美插上电源 泳池里喷出了水 她免费洗了个淋浴 虽然九块九的房子 质量不怎么样 可经过半年的装修 已经涣蓝一新 小美和大壮终于走到一起 某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是一头史前巨鳄 能一脚踩爆哥斯拉 男孩悄悄走了过去 突然摔了一跤 巨鳄睁开眼睛 抬起头来 张开大嘴一声咆哮 想吃掉男孩 吓得他一动不敢动 危机关头 一个女孩跳了下来 吓得巨鳄连连后退 哭吃一下 扎到巨鳄鼻子上 他转身就跑 鳄鱼张开大嘴 在后面不停地追 女孩把他引到一处山谷里 然后疯狂地向前跑去 巨鳄的嘴巴有五米长 咬上一口的话 肯定爽歪歪 没过多久 巨鳄就追了上来 突然一条绳子垂了下来 女孩急忙抓住 爬了上去 巨鳄张开大嘴就咬 可惜咬了个寂寞 仔细一看 山顶上站着一排人 他们拿着长矛 扔了下去 巨鳄拼命嘶吼 却无济于事 不一会儿 鳄鱼就变成了刺猬 这么大的鳄鱼 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他们生活在一个水晶球里 这里的人永远不会衰老 五百年前 海盗找到一个神秘的箱子 据说里面有传说中的圣碑 可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只有一个水晶球 女孩道蹲下身子 仔细一看 水晶球竟然发出绿色的光芒 他们都非常好奇 可随着光芒不断变化 里面出现个小精灵 然后慢慢变大 女孩道吓了一跳 拔出了手枪 她认为球里封印着魔鬼 不顾老人的劝阻 拉上保险 举起手枪 扣动扳机 一片金光过后 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魔法球 男孩拿出宝剑 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 魔法球竟然冒出绿光 还在不停地旋转 仔细一看 里面好像装着另一个世界 她举起宝剑劈了下去 一片金光闪过 她就来到一个冰雪世界 这里都是碎裂的冰块 和高大的树木 一个人影都没有 她爬上巨树 想看看周围的环境 一低头 看见一头八条腿的鳄鱼 在下面散步 突然她露出了笑容 远处又滚滚浓烟冒出 她快速向那里跑去 可等她赶到时 人都不见了 正在这时 她听到有声音 拔出身后的宝剑 慢慢走了过去 原来这是她失踪的伙伴 正当他们高兴时 远处飞来一片虫子 他们急忙向前跑去 可两条腿 哪能比得上会飞的 没一会儿 他们就被追上了 把黄毛推到地上 小帅见状 急忙跑了回来 拍掉身上的小篮 继续向前跑去 他们抓住小帅 想把他拽起来 正在这时 他们穿过木雕地界 小精灵不再前进 他们抬头一看 几个萨满巫师 正在祈祷 原来是他们召唤来了精灵 大巫师一声咆哮 精灵们都飞了回去 然后蒙住两人眼睛 把他们带到部落里 当得知小帅梦到神山时 大巫师让他和女儿 去寻找山上的魔法球 可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还尾随着海盗 当他吹响笛子时 一只小精灵飞了过来 在精灵的指引下 他们来到一座高大的树墙面前 爬上去后定睛一看 这里跟童话世界一般 可宽阔的街道上 没有一个人 正当他们纳闷的时候 身后出现一个蒙面人 这是传说中的精灵王国 老人轻轻转动把手 一片绿光闪过 形成一个巨大的花挂盘 上面有天干地支 二十八星宿 这就是宇宙的形状 老人走进去后 随着手指摆动 模型发生了变化 逐渐产生四个白色光点 它们慢慢汇聚到一处 形成白色光球 它就是宇宙的中心 也是它们所在的永恒岛 这里时间是静止的 而老人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正在这时 一群海盗闯了进来 老人把他们带到大殿里 可女海盗用枪指着老人 让他交出魔法球 随后老人消失了 又出现在他们身后 下一秒 就变成一个二十米高的巨人 然后不停地分裂 变出二十点八八个巨人 让海盗滚出这里 他们对着巨人不停地开枪射击 可都打到了房顶上 巨人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这只是光的投影 突然他们发现正在偷窥的小帅 都追了出来 老人带着他跑到桥上 看到下面的熊熊大火 他非常伤心 眼看海盗追了过来 他拔出匕首 割断大桥 掉下去几个海盗 见老人还要反抗 女海盗开枪打中老人 他掉到了万丈深渊中 随后他们找到了小帅 还发现了魔法球 小帅用脚启动机关 宇宙模型在他们头顶不停地旋转 他趁此机会逃了出去 可被门口的海盗堵住去路 小帅想拼命 却被女海盗刺了一剑 一头塞到深渊中 不过他被几个精灵抬了起来 扔到了水池里 他竟然在里面游起涌来 等出来后 浑身冒着金光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身边的风声 他居然学会了飞行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好 好